詹姆斯的新電視劇 Shoot a Pen Dribble即將上演 這是一部全新的Showtime電視劇 使用的是S-U-A-D Shoot a Pen Dribble 標題縮起 我們已經知道有人已經鎖定了商標 在服裝上使用這個短語 當然 勒布朗喜歡把他的項目和流行語變成時尚元素 我們看到過他用過為偉大而奮鬥的裝備 就在幾天前 他穿著一件寫著我保證的T恤 那是他在俄派俄州新學校的名字 所以很明顯他也會爭取閉嘴運球S-U-A-D的權利 今年2月 一個名叫威廉德爾格蘭德 Wilden Delbrande的新澤西人申請了這個商標 就在幾天前 福克斯新聞的勞拉英格拉漢姆 用這個短語來斥責勒布朗涉足政治 德爾格蘭德並不完全擁有這個商標 至少現在還沒有 但他在勒布朗面前領先了一部申請 如果詹姆斯提出要求 會對他有好處 好消息 德爾格蘭德表示 他願意以合理的價格賣給詹姆斯這個商標 好消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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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